孙末年终着西乡古丰村轮天文建战 今天上午特别举办了年度成果展 展示长辈们一整年来的传统记忆作品 并依照布农族惯例烤肉同乐 计划负责人石敬燕表示 随着战上的学员年纪越来越大 年度也将会加强激励训练 来训练学员们的手脚激励 避免跌倒不良于行 影响健康的生活品质哦 轮天文建战的学员们 清唱布农族传统歌谣 天籁班滚然天成的和尚鼓调 开心的来为今天的年度成果展开场 同时也把这一整年来 传统记忆课程的作品展示出来 作品琳琅满目小巧精致 学员们各个感到骄傲 第二年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 我就是做那个帽子 会喜欢做这个吗 很喜欢 很喜欢的 今天成果觉得开不开心 很开心 顺目年终 佐西乡古崩春 轮天文建站 今天特别办理年度成果展 展现传统记忆作品 以及动态的歌谣传唱 并依照布农族惯例 烤肉分享同乐 乡公所业务承办员 也到场勉励祝福 为什么常常来这边 喜欢啊 喜欢 最喜欢什么课 什么都可以啊 什么都可以啊 在家里很无聊哦 到这里来哦 比较快乐 前年中开市的时候 我中心在 为什么喜欢来这边 我上天的闹 快乐 聊聊天 老师也会照顾我们老天 部落老同学们 天天道站和温健站 一起成长学习 然而随着学员们 年纪增长 活动力也逐渐减缓 计划负责人 使经验有感于此 针对了明年度的 课程规划 设计上也加入激励训练 强健学员们的身体激励 避免跌倒 不良渔行 而影响健康生活品质 我们要加强 就是我们老人的 这个激励运动 于是腿部手部的运动 那么另外在文化部分 我们也要加强我们传统的文化 于是医疗的部分 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编织之类的 在明年度上面规定的这个课程之外 另外我们要加强的部分 我们会针对今年 以及过去的缺失 我们也加以改善 文天文件站设置开站 至今三个年头 共有23位学员 平均到站率都超过7成以上 除了在地特色课程 也串联企业社团资源 进行学习活动 每月每季都有不同的学习主题 让老学员们多元接触与学习 而爱上文件站 接着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